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我要记住你的样子 我爱你中国 写一首歌写给你听 时光重重有 中国空气已经得特别好 我们留学生在中国也特别安全 我最深刻的事情就是 我代表了老博人参加一个 中国一个节目 是关于中老铁路的 希望毕业回国之后 去做中老铁路体验一下 参加了学校组织的 爱上北京的一百个旅游活动 一起唱歌 很难忘的记忆 毕业之后 我打算回国找一个跟韩国方面的工作 毕业之后我希望留在中国读研究生 我最近比较关注冬奥会 希望韩国的选手能过来到中国 都见到他们 然后韩国选手和中国选手多多交流 我是北京运动会的支援者 我希望这个新年会有很大的变化 因为我也在参加那个北京运动会 所以我想给外国人看中国是怎么很繁复 给外国人看中国的文化是怎么漂亮 那么好 我觉得能够代表我的2021年的歌曲叫小幸运 因为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幸运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考得那么近 我喜欢你 因为我是在中国 找到了我的男朋友 这一首歌写给你听 希望你不要忘记 这几年发现了的事 我们有很多苦难 所以我在发现我爱中国 我爱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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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珍惜时间 在这里不只是接受某一个人 我的意思是要接受老师们 同学们 朋友们 特别是我朋友 就天天踢手的朋友 我爱你中国 有个人 那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